大家好,我是梁宏廷 Rachel 我是第21屆香港亞洲電影節的大使 我們今天很榮幸可以請到兩部開幕電影的導演 分別有記了一整個春天的導演Riley 以及破地獄的導演陳茂賢 其實我和陳茂賢導演認識了一段時間 因為過往之前我們在北日成婚有合作 然後我今次都很榮幸能夠參與破地獄的演出 至於Riley 導演 我們今年在5月在康城影展見過面 所以都很榮幸能夠在香港亞洲電影節重來再次見面 其實為什麼我今次會選擇邀請兩位導演 其實因為記了一整的春天和破地獄 都是屬於一個自編自導的作品 其實兩位導演可否分享下 而同時間作為一個編劇 亦都是這個導演 在這兩個作品裏的創作 整個過程和感受 是一個怎樣的狀態呢 我本身都是編劇出身 所以對於我來說 第一次做導演最大的挑戰 是寫完劇本 我花了很長時間摸索 我究竟應該怎樣拍它出來 一樣的劇本都可以拍到不同的感覺 我花了很多時間究竟 我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劇本 我都會編劇出身 尤其是寫喜劇 你可以令到別人笑 令到別人開心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功德 當時我覺得婚姻對我的感到比較大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然後到破地獄 尤其是我和我關係最好的婆婆過生 她在我拍攝成婚二的第一天 開工的第一天 我就收到她過生 然後在那幾年裡參加葬禮比參加婚禮更多 然後大家很喜歡問一個問題 就是人死後是怎樣 為何人會死 眼看見她們很多都不… 她們仍在悲傷裡走不出來的時候 我又覺得自己也在悲傷裡走不出來 這個命題我很想說 我很希望可以做到一部戲出來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去探問一下 希望藉著這部戲 看完的時候 大家不會有答案 但會比較好 於是我就會很想寫一個 關於說生死 說殯儀的題材 在創作過程裡 我們所想相信的一件事 慢慢她都會變 而可能你的作品 在最後拍完 你自己再看 會改變到你一些想法 或者Riley也會是 回到劇本的創作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拍出來的東西 和我們開頭第一稿的劇本 簡直是差天共地 可以當兩套戲拍都可以 所以整個過程 無論是你自己對一件事的觀念 還是戲劇都會不斷變 不斷改 我第一件事跟我一起寫的 其中一個編劇 我約了她出來喝了一杯酒 但當時我的想法是希望 人生是悲觀的 人生是倒數的 我們應該停止凡顯這個悲傷 這是我當初的價值觀 但每一個聽到的時候 都包括她 都是罵的 她覺得戲劇會不會太悲觀 直至有一天 我們其中一個製作者 跟我說 導演不如拍完之後 就給我一個劇本 我便拿回我 拿著拍這個劇本 她說好像有點不太同 然後我就說 我拍完之後就給你看 我撿吧 我自己撿得很快 我說你給我半天 我撿完 結束後我撿了半個月 然後才發現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一樣的 但是拍的時候 就很不同了 很多事情 慢慢由那個很悲觀 很黑暗的一個價值觀 就慢慢去 我覺得我有一個 有一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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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部戲皮 我們這部戲 最主要是 超渡先人和超渡生人 我在不斷通過剪接 後期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 我覺得我超渡了自己 而兩位的劇本 其實都牽涉了很多演員 而你們在面對處理演員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者你們怎樣調度場面 因為特別Riley 我記得你有一場戲 有很多學生 你在調度這麼大的場面 有沒有遇上什麼阻礙 以及拍了多久 其實你覺得很多演員 其實我們不是很多演員 我們沒有這樣的預算 我們沒有這樣的預算 看起來好像 大概視覺上 好像有很多 好像有很多 是製造出來的 所以是很艱辛的 那個過程 因為我們不斷地這樣 因為那場戲 其實真的要有多人才有效果 沒有人沒有效果 我們就不斷地這樣 拍Wideshot的時候 把燈子隔開一點 然後一閉嘴的時候 就齊齊搬帶 拍起來 然後不斷地用這些招數 但是群戲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就是我拍完是有點害怕的 但是也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那場戲拍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我們最後那一天是 因為沒有了 我們一定要在學校拍完 最後一個小時我們是跑的 因為太陽下山了 沒有時間了 然後拍完一個鏡頭 我們就衝過去四樓 然後就立即演員 一起來 因為演員也知道我們沒有時間 因為你真的看到太陽下山了 然後就立即拍拍拍 然後又跑上六樓 然後很開心 成為Koopo一起跑 真是所有人一起跑 而至於陳茂元導演 今次你們在rehearsal上 有沒有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 朱柏康和韋斯亞都很需要去練破地獄的事情 就找一些藍牡師傅教 他們足足學了一年 我就不斷去看那些生死教育 看他們的tour 究竟怎樣去幫大體穿衣服 每個葬禮 我們不斷去看不同的事情 直到芷華和Michael先生 他入了劇組的時候 Michael先生就很需要 因為Michael先生是一個很西化的人 他要飾演一個藍牡師 對他來說的難度很大 他首先要去學習破地獄 要去學習那些經文 紫華臣就要去拿那些生死tour 去看一次 演員就會拿出質感 究竟那些人 例如那些行街 他們會怎樣去平時說話 以及怎樣去工作 那你們有沒有一場戲 你以為自己的文本 呈現出來的影像是這樣 但到你們拍攝完成 就能夠帶給你驚喜 甚至超乎你的想像呢 呃... 我說真的 我說都可以 我沒有 但是 我覺得 因為我可以分享 因為我也有份參演破地獄 其實我可以分享 就是陳茂狄賢導演 在寫的過程中 我好像看連載小說 他就會不停的 他會發揮一些場口 給我去追蹤 然後有一天 他就說 不如你過來試試試 這個角色 所以對於我來說 就是由一個好像追小說的 一個感受 去到現在 能夠看到破地獄的完成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有力量的作品 而那個力量 我覺得是遠於文字的本身 這個就是我對於破地獄的驚喜 就是我覺得它是一個 充滿力量 但是同時間 亦都能夠超渡眾生的一個電影 因為我覺得有很多文本 寫了我覺得我要拍的東西 或者有很多文本 我沒有寫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我在現場拍了一些東西 而當時 其實我也不是太... 我有一個意識要拍的 很多人都問我 你做導演都知道 現場很多人問你為何要拍 拍甚麼 永遠都一定會有一個人 走過來問你 其實是怎樣用的 那... 我是... 這部電影的整個過程都是... 我不知道怎麼用 你不要理我 我知道我一定用到的 總之我還是問那句 我是不是要收工 如果... 你會不會這樣的 我想知道 我跟他比較熟 我就知道他會這樣 你在現場的你... 我也是有很多東西想拍的 就是... 不斷被人問 你要來做甚麼 還有... 如何用 還有挑戰我 你現在選擇 你用不到的 沒有浪費時間 但是你都會說我用到 你現在拍吧 我剛剛開的頭幾天 不敢說 第一部電影 我不敢說出聲音 但我心裡就... 你管得我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了 不斷被人拒絕我 不是... 不是... 我現在開後會 畢竟大家拍這麼多 我才第一部電影 後來終於休息了 然後拍了三天 然後我就回去反視 其實我有一些 我都不知道怎麼用 都真的不知道 你是不是也是 我知道怎麼用 因為我大概知道怎麼用 你問得我的時候 你就答你用到 你問得我的時候 我真的會放在哪裏 即是我答不到你 我不知道會放在哪裏 但是... 我知道我一定有用 我知道我一定有用 但是你問得我這麼仔細的時候 我就回答你不到 大家就說 沒有時間了 我們已經離開了 好,走吧 然後休息了兩天 再開門 我就發現不行了 我只要的 我就是要的 我真的會有用 特別是現在剪輯的時候 人家覺得 我也說我有用 對,早前三天堅持 那樣 因為我通常都用的方法就是 你不要理我 總之都是搞清楚 你是不是現在要下班 是不是我一定要轉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隨我拍 我很想追著一種感覺去拍 是一種感覺 我覺得我很想拍這種感覺的時候 這種感覺只有我知道 那不是感覺 我形容不了 形容給你聽 就不是感覺 那我就會覺得 如果不是現在要下班 那你就隨我拍吧 而對於你們來說 你們在整個創作過程 即是你亦都作為編 亦都作為導 抱持一個什麼心態才是最重要的呢 一日未上 一部電影都更有得變 雖然已經交了一個版本去影展 但我也剪到昨天 我也是剪到昨天 真的嗎 哇 所以很開心 你們兩個 原來你們在過程中 有這麼多相似的地方 昨天正在改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要有耐性 如果沒有耐心的話 就不會更改 然後永遠都不會完 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覺得 每改一次都去都是更好的 那你們想透過你們這次的作品 和觀眾展開一個什麼 conversation 或者是觀眾提出一些什麼問題 《記者一整個春天》 其實是探討溝通 即是 他無論是口吃也好 還是他有很多踩界的行為也好 其實就是想說 當你無法長所欲言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依然可以追求去表達自己 以及追求你愛和自由 當你無法改變口吃的狀況 無法自由表達自己 但是不代表你沒有這個權利 我想破地獄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 整個破地獄 其實希望提問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用生死去看生命 人是會離去的 但是我們怎樣去活好我們的人生 怎樣去過一個自己適合的人生 怎樣去看生命這件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想和大家分享的一個命題 很感謝兩位導演這麼真誠的分享 我們希望到時在10月17日 在香港亞洲電影節見到各位 拜拜 拜 あ恐怕 呀 呪 呀 你